我们现在世界迷惑颠倒的众生 这是我们很容易能体会到的 先要找个住处 希望的住处越大越好 最好是住皇宫 住佛菩萨你也知道没住处 这才聪明了 无住处什么 没负担了 你晓得你有个住处 你住的房子越大 你多辛苦啊 早年我在美国到处奖金都住在同学们家里 房子都很大 人余很少 父亲两个 带一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没有佣人 佣人太贵了 顾不起佣人 星期天 找临时的佣人 在美国找临时 那个工资是用终点付的 一个小时多少钱 让他来帮忙 给你做几个小时 可怜呢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里奖金 我就问他们 到底是你住房子 还是房子住你 多少人已经变成房子的奴隶 天天去照顾他 打扫他 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 这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干这个傻子 古时候的中国人 喜欢住什么 住毛棚 毛棚简单 东南下凉 我小时候 十岁离开老家 换一句话说 我十岁之前住毛棚 毛棚是自己建的 不需要找什么 乡下几个人都会做 土墙 用两块板子架起来 当中填土 土墙很厚 东南下凉 上面盖茅草 很简单 很舒服啊 小屋子 家里多了一个人 旁边再多盖一间 多省事啊 科学技术 带给人的麻烦 累赘 辛苦 身心不安 你看小毛棚住得多舒服 睡得多暖和 大房子睡得不舒服 每一天 操心啊 忘年很多啊 这心定不下来啊 吃东西 越简单越好 越健康 每一天 吃那么多菜的时候 吃了一生都是病 尤其现在的饮食 很可怕 我看到东伯 这一个 金总同事 刘苏云居士 他跟我们讲 他请朋友吃饭 好朋友 请到家里来吃饭 就一个菜 有朋友说 这些菜够吃吗 不够吃菜 多炒一点 还是这个菜 是的 就一个菜 他讲得很清楚 他那一天 找到客人 一个菜是什么呢 豆芽炒干丝 就一个菜 真神死 我在澳洲 有一天 我大学校长 请我吃饭 格里菲斯大学校长 很难得 请我到家里吃饭 他父亲两个 下厨房 我是两个客人 两个主人 多少个菜 两个菜 你说多简单 吃多舒服 那么这校长 他自己烧一个菜 太太烧一个菜 两个菜 这叫过日子 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要得大自在 才舒适 下午茶 我们下午的时间 下午茶 下午茶